北京时间8月14日晚,中超焦点站,国安主场迎战4000宝能击败上岗子大连一宝,不过作为中超领头羊,今年联赛夺冠大热门的国安,丝毫没有给对手一点机会, 虽然雷腾龙上半场尾声阶段造成乌龙,虽然一边之后还被对手攻入一球,但国安的恐怖攻击线依然让大林一方,见识了啥叫揉超冠军级别,此一,上半场第17分钟,巴坎不见奥古斯托过顶长船,欢开出击的将冲将球打将,第40分钟,奥古斯托大进去不顶吞射,机球弹在队友比埃拉身上改变方向入网, 一边在站,普城进去腹地小角度进雪破门,锦上千滑,第60分钟,一方后为锦而出现失误,奥古斯托插上轻松推雪破门,就还没完,第75分钟,将逃前场又彻底现出横敲了进去中路,比埃拉把球一碰,门前把坎不推射得分, 5-2,郭安就一次在主场迎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,上轮联赛,他们3比1击败苏宁,再往前,绿山君还曾溜比萨完败华夏幸福, 要知道,这场比赛国安还有很多脚绝对破门机会,却赫西对手门叫张冲的状态足够出色,虽然他身后的诚实,依然被洞穿了5次,但如果此一张冲的表现不佳,国安石球大声也并非不可能,而且,此一国安还有一粒进球被吹掉, 这发生在上半场第31分钟,奥古斯托边路起球,直观后门死角,正当国安球员抱团庆祝的时候,主裁判,在与VV2视频裁判对接后,决定取消了这个进球, 理由是巴卡布中路越位位置干扰门将判断,有趣的是,就连一帮对接满的第一粒进球,也是被国安球员所赐,雷腾龙低级失误自白乌龙, 强行增加比赛悬念,本位一点号作者原创,未经受全部的转载。